大家好,我是Stan 1月29日,尤嘉艾德公开了新专辑的主打歌Superlady MP公开不到15小时就突破了1000万的观看次数 登上每轮TOP21位 并在第一天的专辑销售量就突破了86万张多 创下了非常好的成绩 所以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 尤嘉艾德新曲Superlady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真的很有21的氛围,感觉上有点像21,MV很酷 看起来是针对海外市场的歌曲 可能是期望太高所以有点遗憾,但还是不错 比起类似的概念,出现了各种新的概念 感觉很新鲜,而且很振奋人心的歌曲 米恩的脸真的太惊人了 开头部分实在不太好 连开头高音都要让RIP成员唱吗? 尤嘉艾德中的米恩,明尼,吴吉都是实力派主唱 明明拥有非常好的声音资源 感觉没有被充分利用 我倒是觉得和尤嘉艾德以往的作品不同 所以感到很有趣呢,克克 感觉就像是没有专业规划能力 只是投入巨资制作的山寨歪曲感觉 以前的歌曲还算不错 但这次即使反复听了好几遍 也觉得太糟糕,真是令人震惊 不是故意贬低,但在迄今为止所有的主打歌中 这首是最不好的 只有我觉得歌曲很洗脑,很帅,振奋人心吗? 史上最糟糕的一次 倒不如把WIFE的歌词改成更温和的版本 然后用那首作为主打歌 这首那首歌很洗脑 虽然因为非常喜欢之前的专辑 所以这次感到有点遗憾 但舒华这次做得非常好,真的成长了很多 其他部分还算可以 但是副歌部分太普通了 前面做得那么好,结果副歌太弱 让整首歌曲缺乏吸引力 我实在不知道算命们到底想要什么了 说通过一路的太有攻击性 批评社会的歌曲很厌烦 又说QINKA太幼稚,批评WIFE的歌词太低俗 又说SUPER LADY模仿推英文 如果再来一首东方风格的 肯定会说是自我抄袭 如果是热带风格的 又会被说是DOMDI-DOMDI的自我抄袭 到底是想要怎样? QQ 所以对于尤佳一的兴趣SUPER LADY 华语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RUNDI-DOMDI RUN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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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像亲兄妹一样 壮烈男女爱豆 MAMA MOON MOON BEAR EXO SHOWMIN UJU SORAH NCT 정武 IG1 HITOMI KIMJEWAN Fifty Fifty Kina WAKER IJUN IJI YEJI STRAKEYGE IJI CHERYOUNG LIGI ANTON OMAGO UBIN SEVENTIN JOSHUA KAPULA KANG ENSUP BANGTAN SOYEN DAN CHUNGKU IJAN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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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觉得谁最像呢? 是 X2 You or X3 هذه 訊打量 全都是